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我們花蓮縣召開了災民座談會 結果當場被民眾嗆爆 說什麼縣政府收到的捐款太少啦 你們這些捐款又用不在我們身上 結果遭到縣府人員反嗆 縣政府募到的款是不會給你們私人所用的 誰叫你們在FB上面帶風向說什麼 0206的地震募款有問題呀 所以這次募到的款特別的少 氣到一堆民眾憤而離席 中央已經撥款3億多 衛福部所俠的這個贈災基金會募款也超過10億元台幣 那我打電話去問過這個花蓮縣政府 他們說要等什麼災後什麼散款 什麼監督單位什麼基金會什麼成立什麼鬼啦 有點聽不太懂 成立之後啊他們才能動錢 OK聽到這裡大家或許會稍微同情一下 花蓮災民對吧 不過我們來看一段現場的影片 大陸變其中地震就家協助 陸委會感謝沒有需求 我請陸委會給我們捐助啊 我們現在 大家聽到了沒有沒有笑死 叫中共給你錢重建你家園 還不爽我們台灣政府沒有收中共的錢 你是不是想多了中共會幫你 花蓮剛地震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成光什麼的中共企業家說捐了1000萬 人民幣給花蓮 那請問他捐的這個錢哪裡去了 他有沒有捐耶 再來桌州霸州的人民去年被水淹欺君對吧 賠錢了嗎 這還不是天災造成的喔 如果是天災的話應該是淹雄安跟北京那個門頭溝那邊喔 是因為要保雄安心區勝上的千年大忌 所以才讓水放閘 淹到了桌州霸州 這就是算人為了 那賠錢了嗎 沒有 民眾要自掏腰包的 去修善自己那些被淹的家裡 還淹了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還讓你開座談會吹冷氣大罵官員啊 總之啊 我聽到這句話之後覺得花蓮縣收款收的少 不單單只是外縣市人民 不信任花蓮縣政府的問題而已 什麼樣的選民選怎麼樣的縣市政府 難怪選出又藍又紅的縣府 你看其實很多國家都有捐嘛 你看日本也捐了3300多萬台幣 韓國政府也捐了1600多萬台幣 然後呢 你們這些民眾在上面說 喔中共其實想要幫台灣只是被我們中央政府拒絕了 可是連自己人捐款都貪污的 而且 如果你認為花蓮縣政府貪污的話 那我跟你講中共是比花蓮縣政府貪1000倍以上 你討厭貪污結果你找一個更貪的人來幫你 你腦子壞的是吧 國際新聞拜託你多看一下 中共國疫情這三年是怎麼盜賣全世界 捐給他的物資跟善款 怎麼再高價賣給人民的 怎麼樣公然的擺拍挪用物資 賣給當地的災民 其實你們去YouTube推特找這些影片不難找耶 那我們家花蓮網就是聽到我們大部分花蓮人民的心聲 宣布下周要去中國 雖然我不曾投過花蓮網 但不好意思啊 我們花蓮的名義就是以花蓮網跟花蓮後為大中 所以我也會被代表就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為什麼花蓮網宣布要帶這個國民黨的立委團 去中國訪問 他說啊 因為現在兩岸局勢啊 兵兇戰尾是民進黨害的 兩岸交流全面斷線 也是民進黨害的 不僅影響到兩岸人民觀光的來往 還有民間的交流通通都是民進黨害的 台灣觀光業慘也是民進黨害的 所以我們現在兩岸急需要溝通啊 既然中央政府做不到 他願意扛起責任 來做 他還說什麼要為我們台灣的漁農產品啊 賣去中國當先鋒橋樑 我真的覺得身為花蓮人好悲哀啊 我第一次體會到中國反賊為什麼想認出中國 因為他無理改變 那就讓這個政權跟愛這個健全的人民 一同在這片土地變成窮山惡水吧 難怪有選民會說出讓中共救花蓮的話 中共國每天各省好幾起爛尾樓抗議 花蓮人竟然在求中共幫忙 這個時候你們是不會上網做一下功課 看一下他們政府是怎麼對自家人民的對吧 Twitter打開啊YouTube打開 你打關鍵字就可以看到 一堆爛尾樓的業主在抗議 這不是說什麼5年前15年前 5年前 是2024年2023年的 現如今發生的事情 拜託一下台灣沒有牆 但為什麼你們的資訊是停留在大清天朝上國 還說觀光產業差 你怎麼不想想 是業者跟當地政府的問題佔最大宗 台灣中央政府的政策 是有要讓觀光客過來的 而且也突破去年的 這個預期規劃 我們去年有定這個目標 我們去年年底也突破了這個目標 還超過這個目標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怎麼不想想為什麼 我們在地花蓮縣政府 在地的業者留不住觀光客 留不住他們在這邊消費 為什麼呢 又是中央的問題了是吧 你打造了什麼 讓國際上歐美日韓的人 來花蓮過後 一來想再來 像我去過維也納之後我就愛上了 我去過兩三次 為什麼 我去歐洲 一定還是要再去一次維也納 怎麼想過 那為什麼你一直想要 只做中國市場的人口紅利 因為你可以做 很低的門檻跟很劣質的觀光品質 就可以賺他們的錢 前陣子跑去書發部 碰碰碰那個人 就是因為中國客那個時候 大量來台灣 很多人啊 就為了要賺中國人的錢 所以就隨便開 甚至 高價賣給他們 對不對 把他們當韭菜割 在中國被中共割 來台灣又被舔貢的台灣人割一波 所以有一些民宿 有一些業者就是 專門迎合中國人 而開的店 所以他們的品質啊 撐吃不齊 之後啊 中共先宣布 從自由行轉為團體客 從團體客之後就是 連團體客都不行進來的 對吧 是他們先做這個事情的 然後呢 這個碰碰碰的人 他的民宿一蹶不振 你怎麼不想是你爛啊 真的紅的有品質的民宿 在台灣也不少 廉價也訂不到 你為什麼不朝那方面 把自己特色做出來呢 去年台灣出國人數啊 高達 一千一百七十九萬的 這個比例已經佔台灣人口的一半了 去年來台灣的旅客超過六千四百萬人口 佔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間 對吧 這也突破我們訂的六百萬的標準 請問一下為什麼花蓮觀光 賺不到錢 疫情之前啊 在花蓮車站 在新城車站那邊每天都有 殘批的日本觀光客 韓國觀光客 你為什麼賺不到他們的錢 你跟我說 你花蓮是怎麼推廣泰魯格跟七星潭的 烤香腸 冰淇淋 你冰淇淋有做的義大利厲害嗎 每個都烤香腸 馬告香腸有 好吃到讓我 非常驚豔嗎 也沒有 所以去過歐美國家多次我真的覺得花蓮的觀光做的很爛 很可惜的這些景點 你要吸引一個正在通縮 連外送員都在內捲如此嚴重的 中國觀光客 他們現在可是當旅遊特種兵 你思考一下 為什麼你只能吸引到 人均一萬三國家的人來觀光 而且這還是建立在 對方政府的政治妥協之下 為什麼你吸引不到人均五六萬 六七萬的歐美國家 或是更高發展的國家的人民來 當然 日本是文化歷史古國之外 加上日幣現在也是 持續貶值 導致非常多 事件的人 想要去日本玩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在網上抱怨 咱們生活品質變差 看到好多人在路上亂丟垃圾 在火車上 在捷運上 大鬧 而且說到漁農產品要再次給中共綁死 就覺得很搞笑 中共購買台灣最多的 叫做電子零件 跟電子材料 還有中低端晶片 產品 這些是佔最大宗的 再說一次 先前中共 答應 要購買我們的漁農產品 這就是基於 會台 因為你們選了一個 親中的政黨 親共的政黨 所以我優惠給你們 你們這些選民 繼續的投這個親中的政黨 我就繼續讓利給你們 我就問 中共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 他們農業要靠台灣人進口啦 你敢說我都不敢聽啦 中共國每年你們知道有多少 農民這個 自銷賣不出去 他們的人大跟政協 還不會像我們的立委跟議員 過去那樣幫你推銷 幫你想這個行銷方案 幫你想要怎麼把這個劣質的產品 然後變成這個加工產品 然後讓你賣相好的價格又提高 不會幫你想這些啦 你還想他們幫你啊 所以 這不是統戰什麼是統戰 即便答應好啦 說斷就斷 一點合約精神都沒有 跟中醫聯合聲明一樣 中國的代理商也是很頭痛 因為中共說斷就斷 我好不容易在中國有取得台灣的一些代理 我可以打著台灣什麼品牌 繼續薅他們一筆 結果你中共現在說斷就斷 但我又不能罵中共 因為我在他們國內啊 那我能罵誰 我只能把氣殺在民進黨身上 那台灣中央政府在這幾年啊 擴大跟新加坡 日韓 歐美國家 推銷水果跟農產品 確實 也是有所成績的 結果呢 你們不去往這些民主國家去學行銷 去把自己的產品再推過去 管道已經給你 天天坐在家裡 當巨嬰 我只想賣給說中文的人 因為好賺 好商量 親中 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我這品質 不要弄得太誇張 進過去就可以了 結果你賺錢了 是自己有本事啊 是中國照顧我們啊 賺不了錢 政府害 絕對不是自己投資眼光跟市場風險 沒有評估好 都不是啊 也絕對不是我不知上進 想說要去賣給更高價的歐美產 都不是啊 你看一下洪都拉斯 這個白衣家現在是什麼下場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花蓮王跟花蓮多數人民 是如此相信中共 那你們來看一下 盛上 說的這段話 帝國主義侵略者 將戰火燒到了新中國的家門口 對待侵略者 就在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同他們對話 這就是 以戰 只戰 用勝利 贏得和平 贏得尊重 你們聽到了沒有 習近平已經跟你講 好你們這麼相信中共 那你們 你應該也要相信習近平啊 習近平 人這麼好 對吧 影片裡面大家也聽到 他的意思是 卑躬屈膝 贏不得尊重 當中共 將戰火燒到台灣家門口的時候 請用他們 聽得懂的語言 同他們對話 他怎麼對你 你怎麼對他 以戰 只戰 用勝利 贏得和平 丘吉爾也說過類似的話 當你選擇貴之後 你還是要面對戰爭 這個花蓮網還嗆什麼拿哨把打戰 就是你們國民黨黨一堆軍事運算 才讓我們有 可能拿哨把打戰 啊你這麼說的話 汪精衛成立的這個汪基衛 國民政府 你們國民黨不應該也叫他漢奸囉 因為他是為了跟日本當作溝通的橋樑 不然這個蔣中正 不願意跟日本妥協 讓中國人民 10萬青年 10萬捐取犧牲 所以只好讓汪精衛國民政府來幫你妥協 就跟花蓮網現在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們國民黨可是在1939年公開說 汪精衛是叛國賊啊 是賣國賊漢奸 那你們這個行為啊 不就跟自由廣場那座雕像的人有矛盾嗎 太可惡了 那按這些舔共台灣人的邏輯就是 這些人 不需要抵抗啊 他們這些人就是在喪命啊 蔣中正那些人啊 國民政府在挑釁日本政府 在挑釁黃軍 你們派出大刀隊去砍那個日本武士 話不能這樣說嘛 邱吉爾在挑釁納粹 話能這樣說嗎 如果沒有美國的接入 中國戰場打得贏嗎 歐洲戰場打得贏嗎 打不贏嗎 那他們是不是還是打 既然打不贏為什麼要打 誰知道美國會不會幫 那為什麼還是得打 如果你們中國國民黨 是這麼想要和平統一的 是想要 融合在一起的 建議你們 訪問團應該6月4號去 穿著這件衣服 因為你們6月4號 你們的前總統嘛 英九啊 每年都會提那個 悼念六四的詞 有沒有 把那份錶啊 討賊洗穩啊 傅崑奇領頭 帶過去天安門念一遍 你不是說中國和平 中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嗎 那你去證明給我們看啊 因為我們知道 這件事情在中國 是不被允許做的 但你 認為是不是可以被允許的 不然你怎麼會去跟一個流氓 談這麼多的條件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我們社圖無日記推出了這個 六四坦克移動 Touch Me 軍綠色跟黑色兩款 喜歡的在下面的 這個連結 可以購買 展開資訊欄就可以看到 還有這個專屬優惠 大家可以去裡面 了解更多更多的詳細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集見 拜拜